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这一章我们来思想 智慧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猎王记上第十章 我们前几章看到索罗门建造完圣殿神像的显现之后 这一章我们看到索罗门的强盛 主要表现在他的智慧上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外邦的一个女王叫士巴女王 她在南方很远的地方 她听到索罗门很聪明很有财富 于是她不辞辛苦 非常遥远的带着很多的人 还有香料宝石金子 来到索罗门的地方 想要来看一看到底是真是假 她也准备了很多的难题 要来拷问索罗门 而当她到了以色列国的时候 哇 她吓一大跳 她看到索罗门所建的王宫 宫室 还有她的很多的臣子 很多的仆人 她的吃喝 也看到她上神殿的台阶 哇 这个士巴女王就吓得魂不守舍 而她把很多的问题来问索罗门 而索罗门就一一的回答 于是士巴女王就听到索罗门很有智慧 于是她说 你的臣子是有福气的 因为可以听到你的智慧之言 而她也看到 这个荣耀是上帝所给她的 因为神爱以色列 神就祈愿你 让你做君王 做王位 并行公义 而让索罗门有很高的智慧 以及接下来有很多的财富 军事的力量 而索罗门的智慧从哪里来呢 我们看到智慧是从上帝而来 包含十八女王看见 也包含索罗门自己写下来的真言 让我们都看到智慧是从认识上帝而来 这一章的要节是 耶和华 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喜悦你 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 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 所以立你做王 使你秉行公义 我们看到 世帕女王看见索罗门的智慧 于是称颂神 而也提醒 他应当秉行公义 是的 上帝爱我们 怜悯我们 给我们聪明智慧 给我们读书的机会 给我们很多可以认识神 服侍神的机会 因为神喜悦我们 神爱我们 但是注意 我们也要秉行公义 秉公行义 我们要做神喜悦的事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很聪明 千万不要以为 反正 还有很多的机会认识神 偶尔 一次聚会不来 没有关系 不可以这样子哦 让我们要走 正确的道路 很可惜 后来索罗门 并没有继续的遵行 求神提醒我们 我们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索罗门的智慧 让外邦的女王 很佩服 求神 让我们被神高举 更重要 让我们一起来高举神 走神的道路 一生不偏离 谢谢主 祷告奉 耶稣的名 阿们